大家好,我是三喵鞋,桃桃上岗 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讲怎么学英语 那个就是如何从基础开始学 当然我要澄清一下 有的朋友跟我说 如果有的人就是为了应付一个考试的话 那怎么办 我都说了 那个节目我讲的一个前提 就是您如果从一开始 从基础开始学 您到底怎么学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应付考试 您要想应付考试的话 我跟您说 网上各种各样的那种应试技巧 这个玩意儿 托福基金,雅思基金那种东西 您去看 您犯不着听我这个 当时在那期节目里面 我提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时间管理有那么四个东西 一个是紧急且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重要且但不紧急的事情 还有一个是既不紧急且不重要的事情 这个我当时是略微画了一个轴 画了一个坐标系 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展开讲一下 这个叫时间管理的四项线法 也是一个商科 或者说职场管理当中 很多很多人会用到 会听说到的一个东西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横坐标 当然有各种画法 你可以把这个说成是紧急 那我就拿横轴 这边是紧急 那这边就是不紧急咯 那这边是重要 那这边就是不重要咯 那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分成四个项线 第一个项线非常简单 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第二个项线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第三个项线是什么来着 第三个项线是这个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 第四个项线是紧急 但不那么重要的事情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什么叫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你比如说这个周末的时候 我不是要去那个南京 中华门去游学吗 这个事情对我 当然是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对不对 你再包括那个什么 再包括这个下周吧 应该是在4月29号 我会到上海徐家会去游学 你看这都是掩门前的事的 这所有的这些游学的事情 包括最近循迹的这些稿子怎么写 包括这些节目怎么排 那我要做好先准备 这全都是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那什么叫重要但不那么紧急的事情 对不对 你看我这游学 什么中华门 什么那个明孝林 这所有的东西 你看都是在南京这边晃来晃去 那徐家会是在上海 我不能总是在这些地方 我得去探索别的能不能游学的地方 这个叫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您再比如说最近我可能在跟一些模型厂商谈合作的问题 这个事情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但是这个可能不那么紧急 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什么叫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 比如说我也在这边刷手机 你再比如说有些公司特别无聊 搞一些团建那种东西 那个既不重要也不紧急 那最后一点紧急但不那么重要的事情 那上次节目我也说了 当时也是巧了吗 刨瓜叼了一截纸过来 我说刨瓜 你把那个纸给我放下 你不可以去叼纸 当时我去制止那个狗狗这个行动啊 这个叫紧急但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啊 那么当然就是在这四个项线里面 你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这种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 对不对 有人会说那我在工作之余 我还不能放松了 我还不能久久了 请注意这个是商业团队 或者说一个团队做事情的时候啊 你要做的如何有效的利用时间 如何有效的利用时间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团队之外的私人时间 这个是不受个人的这种控制 我不知道这么讲 您明白没有 这个只是牵涉到职场上的时间 职场之外的时间不考虑 而且这个真正是如何提高效率 而不是如何延长个人这样的工作时间 所以说您在职场上尽可能避免的 就是在上班时间让员工做一些既不重要 而且又不紧急的事情 就比如说搞团建 比如说我家门口经常有那种美容 什么什么SPA那种店里面 我看到有的员工在早上的时候 在那边唱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这玩意就是一个既不重要且不紧急 这样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之前某个保险公司 还让员工去背对于老板的语录 而且说这个徐总谁谁谁的语录第几条 是怎么怎么写的 这个要牢记几工几尺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 你把时间花在这顶上 其他的事情 你就必然要去受到很大很大的牵连 当然这两个事情 就是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 你比如说客户投诉 客户投诉这个事情 这个是紧急 对 客户投诉说错了 客户投诉是紧急且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比如说紧急且不重要的事情 你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 包括紧急且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 那看上去 我是不是应该把很多的精力放在这里上 不是 如果你把精力都放在这个的右半边 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右半边 包括是紧急重要的 或者紧急不重要的事情 都放在右半边 那么你能做的就是疲于奔命 那么正经的事情 你应该把80%的精力放在这边 这个地上 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一点一点的做 因为这个紧急是怎么回事 紧急就是随着时间的催移 有些事情 很多事情 绝大多数事情 它有些deadline的 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 不去做一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这个东西会慢慢慢慢的变成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到那个时候 您不但是疲于奔命啊 而且到那个时候 您可能说什么都晚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做的是 在平时就应该做很多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我之前不是聊过这么个事吗 那个美国跟俄国 他们两个国家对于封存武器这种态度 您说我把B-52轰炸机给封存了 对不对 我把我的F-16战斗机给封存了 我把我那个T-55 我T-62厂克给封存了 您说这事重要吗 很重要 对不对 我讲过它的重要性 它紧急吗 不紧急 这个事情如果您不去做的话 那到战场上 您是搞不出一直像样的力量 您再比如说乌克兰从2014年开始 他们的军队就一直一直的在进行北约化 你说人们有没有为武先知的能力 没有 那在这种情况下 谁知道俄罗斯会哪一天入侵乌克兰 我不知道 那么提升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战斗力 以北约的标准要求乌克兰军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重要 但是相对来说不那么紧急的事情 那乌克兰正是因为在2014到2022年 这8年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努力 包括北约的建制 北约的武器 北约的责战思路 所以在2022年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才没有在一小时22分之内崩掉 这是我讲国家的这样的事情 如果一个国家天天在忙着一些重要且紧急 重要且不紧急 这样的事情 这个国家真的就是疲于奔命 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 真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疲于奔命 这种态度 你平时仓库里没有什么粮食 对不对 平时上去检查你的这个粮食储备的时候 你就给它烧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真要到了灾荒年 你就只能去应付一些紧急且重要 或紧急不重要的事情 这不是有人说吗 中国秦治社会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因为要治水 所以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可是治水这个东西 就是到底是不是秦治中央政府产生的必然原因 这个大可以讨论 但是在秦治中央政府下 你看到没有 治水也好 就是应付自然灾害也好 很多事情都把它变成了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那你平常干什么去了 我之前不是讲过光绪年间的那个黄河大灾吗 郑州那个地方的黄河绝口了 然后真的是死伤惨重 那你平常干嘛去了呀 你平常河堤怎么修成那个样子吧 这是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事情 如果你平时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种重要 但不紧急的事情上面 好吧 你天天你就等着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演化成一个 重要且不紧急的 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吧 那这是第一 对于商业公司也是一样 你平时在忙着做很多很多的这种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你不去处理这种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的时候 想想那公司赶deadline的时候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加班加点都搞不好吧 对不对 到最后焦头烂合就崩掉了 个人也是这个样子 想想那写作业啊 或者说你想想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不都是吗 一学期就学那么两周干嘛呢 对不对 不就是把一个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 你拖到最后期末考试那两周 您提前预习一下课本 嗯 没准还是同纪的先行单数 然后你就上考场了吗 您这样对吧 能学好 才算见了鬼呢 所以说这个时间管理这个顶上啊 都是建议大家把绝大多数精力放在这个顶上 有条不紊的把一些事情给做起来 不要等这个事情变成重要 其实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 我跟您说啊 它也会慢慢的变得紧急的 对不对 你这个平常啊 没有这种比如说出门前上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你到时候你就啊找找厕所你就找不到了 到时候那就韩寒说的吧 闻思无尿崩 谁与我争风 到时候您这尿崩如那什么 对吧 那就那就不好了 所有的这种重要紧急程度 因为紧急程度啊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跟时间相关的一个东西 它这个第二项线的东西会慢慢向第一项线推移 第三项线的东西会向第四项线推移 这个是不受人为的意志所影响的 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及早干预 尽早发现 所以说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在告诉你 你要把很多的精力用在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上 哪怕很多人说的这种老祖宗的智慧 不也说吗 说那扁确三个兄弟扁确说 哎呀大哥医术最高 二哥次之我最差 因为我我每次救的病人都已经快不行了 你看哎呦起死回生了 那你没看我那没起死回生了 那多少了 大哥很多时候他看不出他有病的时候 哎就给他治了 哎这个就是你在做一些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 你看很多人说的老祖宗的智慧 那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对不对 那有人说了 三庙你这说的轻巧 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我这就是有很多紧急的事情 怎么办 哎这个东西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如果您啊我就不信您可以一直不断的天天在处理紧急的事情 除非您是外满小哥啊 这个外满小哥这一行能不能长期做 咱们可以讨论啊 就是您如果不是一直在做紧急的事情的话 那做完了的时间 你要反省一下 所以这个事情一方面是规划当下的任务 另一方面反省自己 哎我过去的时间任务 有哪里做的不合理 我下次更优化自己的这种时间管理 您不要说我这次啊 天天累的呼吱呼吱跟狗似的 那跟袍干跟乌梅似的 对不对 我天天就忙着做重要且紧急的事情 不重要但紧急的事情 然后我下次我还这样 对不对 这个东西让你去思考的 我有什么办法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前面去做 这样的话我下次能更从容一点 人嘛 带点脑子总比不带脑子要好 当然有人会说这个思想线可能是错了 但是既然它是一个经典的时间管理的模型 那我在这里就冒昧的介绍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优点帮助 行 接下来这个话题 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